醋为料理常见的调味品,也可以是健康养生饮品,对身体有良好的正面影响。 对此,林浩西医诊所医师李思贤指出,吃醋有四个好处,包括控制血糖高低,增加饱足感,补充胃酸及改善高脂蛋白血症。 至于该在什么时间喝醋?他建议随餐饮用,但要注意不要直接喝,务必要稀释,否则恐伤失道及牙齿。 李思贤在脸书专页撕撕医师,陪你健康的好朋友发文表示,醋的味道来自乙酸,又称醋酸,是各种醋的基础。 不管是白醋,苹果醋,巴沙米克醋等,醋除了可以拿来调味,刺激味蕾,赋予食物特殊氛味外,对健康也有许多益处。 首先,李思贤说,醋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干扰双糖分解酶,可降低淀粉酶分解酶的速度,降低餐后血糖上升。 更神奇的是,它可以降低胰岛素的分泌高峰,让餐后低血糖的问题没那么严重。 其次,醋能增加饱足感,李思贤说明,乙酸是脑长轴沟通的重要神经传递物质,让人不会暴饮暴食吃下太多东西。 但他也提醒,市面上很多醋都含大量的糖,没办法为健康带来好处,因此在购买前务必要阅读营养标示表。 再来,醋可以补充胃酸,李思贤提到,平均超过40岁,胃酸就会开始分泌减少,而胃酸是肠胃道的守门源,一旦变少就会使不该进入小肠的细菌闯入。 此外,胃酸也是提供吸收营养的关键环境,当不够时,就会使得重要营养无法吸收。 由于醋是酸性的,因此可多少补充流失的胃酸。 最后,醋能改善高脂蛋白血症。 李思贤指出,低密度脂蛋白LDL太高的患者也可及由吃醋来降低数值,改善因西方饮食,或其他不良习惯导致的高脂蛋白血症。 提及喝醋意识,李思贤建议随餐饮用油价,可把醋加水配成随餐的饮料,或加点气泡水,但不要直接喝,务必要稀释,否则会伤食道及牙齿。 另外,也可以将醋当成调味料融入料理,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,按赞,分享。